喵心人有多皮 竟把家都拆了 小猫被赶到外面流浪 他们无助的望向人类 最小的甚至都没断奶 幸好他找到失散的家人 马鸡带孩子们去收养所 西普森一家很喜欢猫 他们还从幻鼠手里救下一只 之后便带他如家人一般 跟他一起看电视 甚至看世界杯 好家伙 傻猫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喝多了直接吐 甚至还带野猫回家 猫莫忍无可忍 请来了换鼠 傻猫中秋难逃一死 西普森一家比赛游泳 随着信号枪响起 大家同时入水 马鸡冲在最前面 孩子们也继承了他的运动细胞 披头发的马鸡可真美 大家四处寻找猫莫 好家伙 他竟淹死在泳池里 西普森一家还去滑雪 去的时候满怀期待 回来时全摔成残疾人 只有小麦安然无恙 还获得金牌 大家养好生坐摩天轮 为了玩过瘾 竟把家都拆了 从没见过把摩天轮搬到家里的 这集西普森以喵星人的视角 待我们领略别样的人生 在猫的人之里 人类只是他的铲屎官 所以他不会像狗那样听话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西普森家的狗有多幸福 一家人都向他投喂食物 他绝不会让狗子们安宁 这集西普森讲述狗子的故事 他也跟人类一样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请善待身边每一个小动物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西普森一家有多奇葩 竟变成五只大青蛙 甚至还扮成天线宝宝 红小麦开心 这一切都是受外星人影响 他们统治的地球 把西普森一家变得稀奇古怪 大战后 地球变得千疮百孔 到处可见恐怖的外星人就狠菜 差点把老公带走 没想到 家里多了一只年猪 够他们吃一阵子了 一家人终于重建好家园 原来只见了一面墙 突然冒出生化武器 他们早已被外星人盯上 一家人成了活化石 有人请来大师 为西普森雕刻石像 被雕成石像的他们 居然有了生命 这集西普森讲述了人类与外星人的战争 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而外星人坚强大到 可以把人类变成任何模样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西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被穿起来烧烤 甚至直至脱水 化成一堆干尸 家里的沙发竟是鱼饵 灯笼鱼把他们吊上来一口吃掉 一家人闭门家里坐 没想到货从天上来 本以为变成金属就能逃过一劫 怎料沙发化身成液压机 还被爷爷拿去收藏 沙发最记仇 还把一家人吃掉 碎成紫屑 有时在野外看电视 也会被同时车弹飞 被做成像平民也是常有的事 有时会被人当成狗 牵出来挨个展示 他们居然有点小骄傲 当主人讲一巴特时 侯莫还会嫉妒 去对其疯狂撕咬 巴特岂是好惹 上演了一场狗咬狗 一家人逃到上世纪 突然红沫动弹身亡 福尔摩斯瞬间赶到现场 仔细查找线索 最终断定巴特是凶手 好家伙 原来凶手是马鸡 这是有多大仇 平常他就会把一家人脱水 然后一次晾晒起来 他们发现沙发不见了 这集展示了 辛普森的一百种死法 被导演各种花式恶搞 可他们就像小强 只要打不死 就会变得更强大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匠匠 记得关注我哟 辛普森一家被吃了 沙发竟是外星生物 甚至把他们都变成沙发 让喉沫也尝下被做的滋味 在这之前 沙发跟大家关系融洽 有时还在家里开派对 辛普森一家并没觉得奇怪 当他们逃命时 引来镇上所有斗牛沙发 数量多得数不清 只怪他们身上的红色太显眼 最终逃到自家沙发上 突然冲进来一头沙发 直到有一天沙发死了 一家人将他埋在后院 接着去农场挑选新沙发 喉沫一眼相中一头 刚开始他很难驯服 非常讨厌被人坐着 尤其是那么胖的喉沫 结果他摔成粉碎性骨折 晚上新沙发等一家人吃饭 可他们总是迟到 他布置好陷阱 将辛普森一网打尽 多亏了小傻瓜 将他们从沙发肚子里解救出来 辛普森一家追到外太空 喉沫发现沙发的身影 一击将他摧毁 突然飞船开始剧烈摇晃 好家伙 原来外星沙发不止一个 他们瞬间被团灭 这集讲述了辛普森和沙发的故事 他们之间互为共生关系 谁也离不开谁 当有一方死去 另一方也活不了多久 我晒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辛普森家的衣服成精了 一家人躲在角落 动得瑟瑟发抖 刚穿上衣服就被耍了 竟把话当成了客厅 侯莫才不管那些 这次做得更逼真 把一家人都给骗了 原来是尼尔森搞的鬼 辛普森一家总坐不上沙发 尼尔森竟亲自下场 他甚至把一家人做成硬币 是要除掉主角光环 尼尔森将硬币放在铁轨上 经过火车无数次碾压 硬币被压成了扁图状 他正得意 突然一辆火车将他带走 尼尔森兄妹俩收到很多糖果 原来是巴特假扮的 他不满意万圣节的礼物 觉得丽莎的糖果更好 对方可不想分享 拿起一块吃毒食 巴特忍无可忍 使出祖传掐薄术 丽莎顺手抄持花瓶 疯狂的砸向巴特 他抄起火钱 却误伤到老爸 侯莫意外躺枪 他要好好教训这个不孝子 侯莫用火钱夹入炭火 甩向巴特 却意外扔到爷爷身上 提前给他火化 马基再也看不下去 侯莫并不停劝 把两个逆子掀起来 接着用地毯将他们卷进去 拿起棒球棍 碰点孩子 马基二次警告 随即掏出了一把喷子 火晒说动漫的小酱酱 记得关注我哟 丧尸病毒有多可看 机会传人给沙发 侯莫让老婆孩子先跑 沙发撞穿墙壁 在后面穷追不舍 全世界的沙发都开始吃人 他们受够了被人坐在屁股底下 今日就要推翻人类霸权 教授的沙发也热爱科学 将用高速器给他的主人上一颗 老毛子陷入绝境 他将面对成群的沙发军团 就连小凳子也要反抗 谁都不想被坐在屁股下 侯莫被追得走投无路 随便找个房子躲了起来 好家伙 碰巧是个沙发店 侯莫刚坐下歇一会儿 沙发犹如丧尸一般将他围住 所以在08年 侯莫就已经死了 09年马基嫁给了莱尼 接着对方又找了卡尔 后来马基爱上小鲜肉 直到人工智能的出现 最后我们看到的都是机器人 甚至他们进化成变形金刚 唯一的霸天虎竟是马基 随着科技文明大爆发 辛普森一家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成为可塑性最强的橡皮人 在20年的时候 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辛普森一家被他们活捉 成为手中的玩具 他们有时被做成托克牌 有时被做成拼图 甚至他们的头还会被装反 这集辛普森结合了很多精彩片头 实在无法想象沙发还能成精 吃起人来毫不含糊 就连他们也不愿被坐在屁股底下 更何况是我们人类 所以要善待他人 惠则自身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 你敢相信吗 恶魔之子竟是耶稣转世 而丽莎则是守护他的天使 只要上帝眨眨眼 饮料瞬间变成水 很久以前 一直单身的玛利亚突然怀孕 她从未跟任何人拔过萝卜 原来玛利亚肚子里是上帝的孩子 以后将成为救世者耶稣 遥远的东方智者得到启示 带着宝物寻找救世主 他此时还是个婴儿 国王勃然大怒 这个人将威胁到自己的宝座 另一边 玛利亚临产在即 碰巧和我的旅馆都住满了 只有牛棚还空着 这时一个江湖郎中愿意帮忙 他说自己会剖妇产 自此耶稣降临人间 出生时便头顶光环 他引来了第一批信徒 12月25日成为圣诞节 侯莫想喝点庆祝下 耶稣施展上帝之力 瞬间将其变成白开水 耶稣将死在十字架上 而不是现在 巴特听完好好大哭 心想老子还不如被掐死 突然智者通风报信 国王带着军队杀了过来 当他们闯进牛棚时 已经人去镂空 老毛子发现窗外有圣光 国王命令部队追上那道光 走近时才发现是只鸭子 突然地面发生震动 原来是喉沫砍了一棵巨大的松树 松树从山上急速的翻轨下来 卷走了国王的军队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都惊呆了 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自此圣母玛利亚给这棵树命名为圣诞树 这集信普三讲述耶稣诞生的故事 它由圣母玛利亚所生 是上帝的儿子 同时也是圣诞节的由来 故事刻画的风趣幽默 比原著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